我們這次主要講SARS復回圈的用法 其實復回圈的用法其實相當的廣泛 所以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像譬如說以這個來講 首先你要做SARS復回圈的話 當然你就必須選一個復回圈 然後再來的話 帶入一個變數進去 那這個變數就會從1 然後1去跑到3這樣子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像譬如說以這個復回圈來講的話 我今天的話FUNCH然後DASH 他第一個跑他就是帶1和帶1進去 所以他自然就變成FUNCH1 然後FUNCH2X2 就變成FUNCH2一樣 那1去變成帶入2 然後224 然後帶入3 326這樣子 他是利用這樣的方式來跑出復回圈的 所以你也可以通過他去做一些 簡易的GREED SYSTEM 像譬如說我這邊的話設定說 我的欄位的話是到12 那這邊的話就把它帶入這邊的數字 所以他就會從1跑到12 所以說這邊也是一樣 他帶入1的話就1乘80 2的話就變成說2乘80 那這邊的話就變成GREED2的class 所以他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產生出GREED SYSTEM這樣子 那像GREED SYSTEM的話 SARS Framework裡面就有一個叫做SUSI的 他可以去透過一些他使用的方式 然後來去產生一些 像譬如說他這邊 如果你變數產生12的話 他就可以幫你產生出12欄的欄位 那以及說他的間距 或者是說他的欄位裡面的寬度等等 你利用Follow他的寫法的話 你就可以產生出一個很漂亮的Responsee的GREED SYSTEM這樣子 那有機會用到的話也可以試著用用看 所以我們繼續講下去 像譬如說 如果你還需要一些更延伸的做法的話 像這種也是可以 像我們來看一下 像譬如說我這邊寫Bus VG 等於藍色 然後 紅色 然後 粉 粉紅色 粉色這樣子 pink的話 然後這邊有一個Bus Land 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LENGTH 是計算這裡面總共有幾個 上一次我們是講Index 那這次 這個用法是算出他們上面總共有幾個 你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就可以去計算出說 譬如說我這邊寫Color 然後Bus Land 他就會把它計算出三個 那如果這邊再寫其他的 像譬如說Orange 他這邊就會計算出他有四個 這邊 所以如果你要寫的話 你就寫Bus Land就好了 他會自動去幫你計算出 裡面有幾個 所以你新增 在這邊新增就好了 你沒有必要去寫數量 數量由這個Bus Land 來去幫你做計算 也是有類似這樣的做法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像譬如說我這邊就有寫一些 比較有趣的運算方式 像譬如說 我這邊寫From 1 然後Bus Land Bus Land的話 他就會去計算書 裡面整個的數字 然後把數字給帶進去 那再來的話 我這邊 我這個NTH 就是把Bus VG Bus VG裡面的 某個變數帶進來 像譬如說第一個的話 就是E 譬如說這個一定是E 你拿E就會把Blue給帶進去 所以我第一個 我第一個值 他就把Blue給帶進去 這樣子 你有沒有看到我這邊都變成Orange 其實這樣的寫法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這邊看一下 我們這邊是哪有寫錯的 像我們這邊不應該寫Bus Land 我們這邊應該是用I 因為他才會依序的把 NTH第一個數字 NTH第二個 第二個Red 依序帶進去 所以我們這邊寫I的話 他才會 產生出來各個的名稱 這樣子 Blue Red Pink 因為他是1234 好 那我們再看下去 再來的話 我就是寫Color 然後NTH 然後呢 Bus VG的第一個 數字 第一個參數 第二個變數 第三個變數 這樣子 所以他才會依序帶入Blue Red 然後Pink 這樣帶下來 再來 有一個東西比較特別 像譬如說 我這個Background 我寫了一個NTH 就是他的Color 可是你看到我外面包一個Invert 這東西啊 就是說 他可以 把 他可以把這裡面的顏色 然後 利用一些 SARS裡面有些內建的Color function 然後利用這樣的方式 來產生出 跟大家去相對應的 相對應的Background 出來 所以他Background 就會依照你的Color 顏色 然後來去對應Background 顏色 像譬如說 像之前有講到 像譬如說SARS的話 他其實有很多Color function 像剛剛我是用Invert 他就會依照你裡面的Color顏色 然後返回一個 反向色 譬如說 紅藍綠的 倒直 然後倒過來 這樣子 但透明度不變 像設計師其實就很適合用這個 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去產生出一些 讓他自動產生出一些Color function 這樣子你就不用 需要在色盤上面調來調去 這也是其中一種的做法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去 像譬如說這個 所以說這東西就是 你今天變數 就不用像這樣子 來去做新增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邊一直增加 那由這個東西 來去幫你計算 你總共有幾個 這其實也是一種其中的方式 好 那我們再繼續說 像譬如說下面這個 像這個東西其實很有趣 因為我之前有在 在一些地方 我看到一個參數 叫做random 它其實超有趣的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說 像譬如說下面這個東西 它是怎麼產生出來的 它其實就是首先 它每個高度 都跟它弄不一樣 譬如說這個random 300 它就是說 藉由1到300 然後去隨機產生個數字 然後變成200匹手 那再來的話 它就會隨機產生出 123匹手出來 其實這東西 可以應用在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所以 像譬如說它這邊 它就是去隨機產生數高度 所以它每個高度都不一樣 那或者是說 像你這個來講好了 它這邊點點 是隨機產生出來的 它產生出來的方法 就寫說 我這邊就寫top 然後random random多少 然後固定call100 它就變成說 它的top和left 每一個flow出來的值 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做法很有趣 你可以應用 像這東西也很適合 用在美術設計師上面 它可以去產生一些很有趣的值 或者是一些樣式出來 那每次進來 你如果不喜歡這樣的樣式 你在 你在 你再compile一次 就可以產生出 其他更不一樣的值出來 像譬如說 像以我這個東西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我這個 我自己寫的東西 所以 我今天 產生出50 50的東西出來 那50的東西的話 我讓50顆球 它可以依照 我今天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針對它的 跑的 tracation跑的值 然後 來去做 讓它去做random 所以等一下 我產生出50顆球 那50顆球 都會依照不同的速度 然後來去做奔跑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像譬如說 我現在讓它compile出來 那compile出來以後呢 我這題已經寫好了 我這題就寫 我就把所有的flow都提出來了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只要重新整理 你就可以看到50顆球 誒 看到了嗎 這邊有50顆球 然後去做奔跑 誒 很有趣吧 誒 我給它射成 我記得好像射成幾秒去 誒1秒鐘 沒有那麼少 哦 因為我射成10秒鐘的關係 像譬如說 把它射成3秒好了 誒 那它就依照 我在重新整理的話 誒 它就利用 它先回 它就可以利用 我讓我滑 讓我滑過去的時候 它就會針對它的方式 來去做奔跑 誒 所以就可以發現到 每顆球 它的捶氣群的速度都不一樣 誒 所以 你今天要產生出 更多你有趣的 更多的球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 譬如說 我今天要新增500顆球 誒 誒 那500顆球的話 再來的話 我這邊的話 就寫500 OK 好 儲存 儲存 儲存完以後 因為500其實很大 所以它其實 需要花一堆時間去 compiler 好 像它 compiler出來以後 我這邊也有500了 好 所以你就會發現 它會產生出 500顆球出來 誒 那當我滑過去的時候 它就依照各 各種不同的 垂青旋的速度 貝斯的速度 來去做奔跑 所以我每顆球的 每顆球跑效率都不一樣 你就可以偷偷去 用random的方式啊 去想 想一下說 你該如何去 做類似的動畫效果 像這東西animation也很好用 水溪型也很好用 那或者是說 你要產生出靜態的圖 也很好用 就看一下你要如何去做設計 像譬如說你用forH 的話 你今天不管用1n1t 去產生出500個tag 然後再用css 你看我只寫端端幾行 它跑出1萬行出來 所以你用random的話 就可以去想一下 該怎樣去做設計 那一樣 我這寫法其實很單純 像譬如說我這邊寫的話 比較值得去講 就是 我今天它left button 是隨機跑的數字 讓它定位在某個pixel上面 然後再來的話 我每一顆球啊 我每一顆球的顏色也不一樣 我被逛顏色 像譬如說你看我寫rgb 那rgb的話 它就random 從這三個子裡面 自己去random1到255 然後去跑出一個 從三個裡面去併出一個顏色出來 再來就是base 它們有垂直型的速度 我只有寫這樣子而已 那就是跑回圈 從1到500個 我是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去寫的 然後再來hold過去以後 所有人有底下的div 然後marginleft2000 所以它才可以依照我想用的方式 然後去跑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東西的 關於Ford的東西 其實還有很多的寫法 還有很有趣的應用方式 那就看你如何去 將它設計出來而已 那關於Ford的介紹 我想就介紹到這邊 那關於Ford的介紹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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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